成为芭蕾舞剧中的女主角 是克里斯汀最大的梦想 一双闪亮的粉红舞鞋 带她来到了一个魔幻的芭蕾世界 在那里 她经历了一场神奇的冒险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巴比梦想故事之 粉红舞鞋 首先我要打开公主档案了 一起来认识四位将要出场的人物吧 首先是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是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 她想成为著名芭蕾舞剧中的女主角 可是好运从来没有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总是被安排去跳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还不允许有自己的发挥和创作 直到有一天 她得到了一双神奇的粉红舞鞋 一切都改变了 接下来第二位将要出场的人物 她是赫丽 赫丽是芭蕾舞团的服装设计师 她也是克里斯汀最好的朋友 在克里斯汀灰心的时候 她总是鼓励克里斯汀 在克里斯汀成功的时候 她也跟克里斯汀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她还跟克里斯汀一起经历了一场芭蕾王国的冒险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纳塔莎了 纳塔莎可是一名要求完美的芭蕾指导老师 她对舞蹈学员要求很严格 学员们必须按照她规定的方式去跳舞 不能有自己的创新 可是当克里斯汀从神奇的芭蕾王国立显回来之后 纳塔莎突然变得开明了 好吧 最后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塔拉了 塔拉是芭蕾舞团最出色的女演员 也是纳塔莎最欣赏的女学员 她深受纳塔莎的影响 不管对自己和搭档都要求非常的严格 同时她也很自私 只关心自己的舞蹈表演 可是后来她竟然变得友好而体贴了起来 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在大剧院富丽堂皇的舞台上 芭蕾舞小演员们紧张地排练着 他们穿着黑色的紧身衣 粉色的练功服 有的在练伸展的动作 有的在跳细碎的快步舞 今天晚上 所有皇家芭蕾舞学院的学生 都要在这里汇报演出 甄选出最优秀的芭蕾学员 而现在呢 正是彩排的最后关键时刻 哦 你看 严厉的大导演 纳塔莎在舞台上来回走动 纠正小演员们的每一个舞蹈动作 注意看着观众 而不是你的脚下 好 跟上节奏 完 完美 姑娘们 注意头部姿态不要分散 聚龙 快 聚龙 大家都知道 完 完美 这是像来说一不二的 纳塔莎夫人的口头禅 也是她对所有舞蹈演员的 最高要求 在舞台的侧翼 舞蹈学员克里斯汀 迪伦和塔拉 以及服装师赫丽 一边做着自己的事 一边时不时关注一下小演员们的排练 肩头上搭着一根长皮尺 眼睛上架着一副大黑眼镜的鹤丽 正忙着为男学员迪伦 试服装呢 来 给我比划一下 好 三十六 OK 好了 克里斯听呢 她围着迪伦和鹤丽 转着圈跳着舞 她不由自主地跳起了四小天鹅之舞 真不敢相信我还记得四小天鹅舞曲中的每一个舞步 哒哒 狄伦接口问道 你是六年前跳过四小天鹅对吗 让我想想 那可是七年前 哼哼 舞蹈团的首席女演员 好胜又骄傲的塔拉走到了狄伦身边 我可不想打扰你们的闲聊 可是我要记住三段独舞 所以 请大家都专心一些 可以吗 舞台指导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嗨 狄伦塔拉 该你们上台了 克里斯听没有办法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妒忌 什么 他居然有三段独舞 优美的音乐声响起了 狄伦拉起了塔拉的手 两个人优雅地滑到了舞台中央 开始跳起了天鹅之舞 鹤丽和克里斯听目不转睛地看着聚光灯下共舞的王子和公主 由衷地赞叹着 哇 他们跳得实在太好了 舞台下呢 纳塔莎夫人也凝神摒弃看着双人舞表演 她挑剔的表情逐渐变得柔和愉悦了 克里斯听还是轻声地叹息着 唉 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出演黑天鹅和王子的双人舞 实在太漂亮了 轮到克里斯听上场了 欢快的音乐响起 克里斯听优美地滑到了舞台的中央 她的舞姿干净利落 活泼可爱 赫丽随着克里斯听的舞蹈晃着头 鼓励着好朋友 哎 好的好的 跳得不错 克里斯听闭上了眼睛 她开始用心感受着音乐 然后她的古典芭蕾舞步变得轻松了 加入了青春的活力和更负感染力的激情 纳塔莎也注意到了克里斯听的变化 不过看起来她一点也不喜欢克里斯听的创新 她的嘴角下压表情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塔拉却做了一个鬼脸 哦 她跳得跟我们学的不大一样 她到底在干嘛呢 狄伦也说 嗯 她在 在跳很棒的舞蹈 可是 那舞蹈肯定会给她惹来大麻烦的 纳塔莎终于忍不住了叫了起来 停 音乐停 克里斯听停下来 克里斯听正在忘情的旋转着 转了一圈又一圈 纳塔莎突然的断鹤 把她从遐想当中惊醒了过来 啊 怎么了 啊 她一个亮枪 吃的一声 舞鞋撕裂了 音乐停止了 纳塔莎怒气冲冲的冲上了舞台 她大声的质问道 克里斯听你跳的是什么 是我们编排过的舞步吗 克里斯听的脸长红了 哦 对不起 我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纳塔莎却继续说 我也见过其他人试图表现自己的想法 可是这些所谓的创新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如果你想成为另一位塔拉 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 明白了吗 赫丽带着克里斯听来到了剧院的服装室 她要去找一双合适的舞鞋 服装室里摆放着各出剧目的演出服装和道具 女孩们穿行于一排排的衣服装室 呼唤着她的老师 卡特琳娜夫人 哦 卡特琳娜夫人 你在哪儿呢 来了 卡特琳娜夫人 卡特琳娜夫人从一排衣服当中走了出来 卡特琳娜夫人 我们这里还有五号的舞鞋吗 卡特琳娜让赫丽自己去找找 克里斯听则从架子上取下来一件蓝色的戏服 哦 那是吉塞尔的戏服 她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哎 要是我能挑吉塞尔 我愿意放弃任何东西 放下吉塞尔的戏服之后 克里斯听又把天鹅公主奥德蒂的王冠戴到了头上 我也想挑那个天鹅公主奥德蒂 啦啦啦 突然 她看到了眼前一个独立的衣架上 挂着一件华贵庄严的白色戏服 那戏服脱着长长的裙摆 透着一股冰冷的气息 哦 那是冰雪女皇的戏服 而赫丽呢 她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任何一双五号的武鞋 卡特琳娜夫人好像想起了什么 呃 等等 我好像有 然后 她转身离开了 没过一会儿 卡特琳娜夫人手里捧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回来了 她把盒子放在了桌子上 小心地打开了盒盖 里面是一双 亮粉色的丝绸武鞋 克里斯汀惊喜地叫了起来 哇 这双鞋太漂亮了 嗯 接下来 这双五鞋会把克里斯汀和鹤丽带到哪里去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巴比公主之 粉红五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